大家好 这里是Jeff科技视角第169期 今天的题目是盘点一下这两天接连宣布退出中国的三家国际巨头和背后的退出原因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两天接连有几家全球性的企业宣布要退出中国市场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个是截图大家看到的 标着花旗银行退出中国的财源截图 显示被裁员工拿了N加6的补偿包合计15个月的薪水 5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的补偿 补偿还是挺厉害的 另外一个是Blomberg的新闻报道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先锋领航集团正式退出中国 关闭在中国的office解散最后在上海的10名员工 其中包括总经理罗登潘 第三个是全球知名的调查机构盖洛普通知客户 从11月1日起 盖洛普正式停止中国业务的运营 关闭中国办公室 这三条新闻是分别发在11月的1号到2号 就集中在这两天 而且都是全球知名的公司 响当当的品牌 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和联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市场 那么这几家公司不约而同的都在这个时间点 退出中国市场是不是有背后相同的原因 那么我今天就简单跟您说一下 一家一家剖析 这三个巨头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 首先我们先说花旗 花旗肯定是这三家中间大家最熟悉的品牌了 这次消息中的花旗宣布退出中国 其实只是花旗的一部分业务退出中国 而且这个消息实际上早就宣布了 现在只是走完最后的流程 最早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宣布的呢 大概是两年半以前 而且呢这个呢并不是花旗只针对中国市场的动作 而是花旗全球整个个人银行业务战略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2021年4月 花旗集团就宣布在全球范围内 对个人银行业务进行战略调整和转型 那么包括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 后来呢又宣布在墨西哥 所以呢共计是14个市场退出个人银行业务 那么受影响的国家跟地区包括像澳大利亚 巴林 印度 中国 印尼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波兰 俄罗斯 台湾地区 泰国和越南等等 那这14家里头就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了 那么 作为整个战略调整的一部分 花旗呢 未来会把全球的消费者银行服务呢 在亚洲 欧洲 中东和非洲的业务重点放在四个城市 包括新加坡 香港 阿联酋 和伦敦 这四个财富中心 那么 为什么做这个相应的调整呢 这需要谈一下整个个人银行服务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 是花旗披露给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最新的 这个文档里头的内容 这个最新的花旗业务架构图呢 是从9月30号正式开始生效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红色框出来的就是所谓个人银行的业务 那么 其实它的完整的名称的叫做 Personal Bank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PBWM 那么核心就是两个部分 个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那么 个人银行就是传统的所谓的零售业务 我们叫做Retail Banking 那么 这次撤出中国的呢 主要是包括个人存款啦 保险啦 房贷 投资 个人贷款和个人 信用卡 那么 这些全部都是个人服务的业务 那么这种所谓Retail Banking呢 实际上是属于银行业务中间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它是全部服务这种这个Consumer了 对吧 个人用户的 所以呢 需要大量人力提供服务 包括你的这个前面的柜员 对吧 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个电话银行啊 以及相关的一些系统开发啦 等等 而且呢 它的盈利能力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从每一个客户身上 你能够盈利的这个价值 和相对高端的和企业服务相比 都是呃 利润相对是比较薄的 那么 所以呢 这次所谓个人银行业务撤出中国的 也影响了非常多的 花旗在中国的员工 大概影响了超过1200名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 这个花旗在中国的员工都是属于个人银行这块的 那么个人银行再往上 就是所谓的这个财富管理 实际上就是投资理财了 在花旗新的架构里头 个人银行跟财富管理是合并在一起 整个大的部门 那么主要针对呢 所谓的高净值人群 那么用大白话说呢 就是比较富裕的客户 为他们提供所谓的投资理财服务 为什么个人银行服务和这个财富管理 往往是捆在一起的呢 因为呢 这个个人客户 他往往既有零售服务的需求 也有这种财富管理的需求 而且这两者本身的这个过程 这个业务的这种需求 就是混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向个人申请房贷 或者是申请其他投资贷款 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明确的关联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新房子 或者说有一些大额的消费 比如说购买高档汽车 但是呢 你在财富管理那边 又有自己投资的这个Mutra Fund 或者是一些指数基金 你又不想抛它 因为当前的这个价格可能并不合适 事到不好 但是你要花钱 那怎么办 你可以利用你这部分财富管理的这个信用 或者是资产作业抵押 去获取这个购房 或者是消费的贷款 所以这两个就实际上是连在联动在一起了 同样的 你的存款和你的信用卡业务 也会和财富管理和个人借贷相关联 所以这两个往往都是经常会合并在一起管理的 那么零售市场呢 往往讲究的是规模效应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规模 你才能服务好相应的客户 那不管是你的这个网点设置啊 你的应用的移动应用的开发了 你确定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啊 包括你这个Landing的这些借款的一些风险控制啊 都要做本地化的处理 才能服务好本地化的客户 对吧 那么中国市场 中国大陆市场的出了名的内卷 大家都卷的很厉害 那你想想本土的这个零售银行业务最厉害的应该就是招行啊 对吧 你说谁卷得过招行啊 那除了招行之外 还有一些这个也比较比比较厉害的 包括这个平安银行啦 或者是什么 这个包括四大行的这零售业务也都挺卷的 对吧 虽然花旗在高端财富管理方面是有优势的 但是你想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取得一定的规模效应的话 挺难的 那么对于花旗来说 实际上他只能掐尖 去抓最顶端的那些这个高端的客户 他才会有优势 因为这些特别有钱 而且呢 是有复杂的跨境服务需求的这些高端客户 花旗才会有真正的服务优势 对吧 那么回头我们再看看花旗这次 战略业务调整保留的四个财富中心 对吧 包括新加坡 香港 阿联酋跟伦敦 阿联酋虽然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它的这个核心也就是在迪拜那边 所以其实都是以城市为依托的这个财富中心 而且这四个城市呢 国际化都是非常充分的 有大量的这种高端客户 而且呢 密集程度是非常高 所以服务成本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你不会像说服务某一个国家 你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几个重要的城市 去铺设相应的网点 对吧 提供线下服务能力 像在中国 你要服务好的话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你这是肯定跑 跑不掉的这四个大城市 一定是要有足够多的网点密度 密度 然后再说其他的 这个准一线 比如说像杭州啦 比如说像青岛啦 大连啦 南京啦 厦门啦 对吧 那么 如果是这种单一的城市 一级的这个 你的服务成本 网点成本就会低很多 对吧 毫无疑问 哪怕是像阿联酋 它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而且阿联酋是中东的中心 最有钱 也最开放 阿联酋的主权财富基金 到处投 现在往中国投的也很多 伦敦就更不用讲了 那么基本上 英国绝大部分的 这个相关的财富 都是集中在伦敦 那个地区的 所以呢 这次花旗 整个集团 个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撤出中国市场 也只是全球业务 调整的一部分 并不代表中国市场 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只是说中国市场 目前和花旗 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太一样 要说有问题 那就是只能说 中国的这个 零售银行的这个市场 太卷了 花旗是卷不过 这些本土的服务者的 当然 花旗撤出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 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 实际上呢 他也不是彻底就 这个 就丢掉了 他 只是把这块的业务 打包卖掉了 卖给谁呢 卖给了 汇丰 一个月前 这个汇丰宣布 收购花旗在中国内地 整个的这块业务 大概36亿美元 这是个人银行 加财富管理 那么包括 所有的客户 相应的存款 和这个花旗 原来在中国的财富管理线的 这部大部分员工 这财富管理线 很多都是 这个高端的客户经理 跟客户已经有了 很好的这种 这个个人的 这个communication 所以他就把这个团队 基本上也都收过来了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因为也牵涉到 汇丰他自己的 战略业务调整 汇丰自己也 收缩他的业务 包括把欧洲跟北美的 很多的零售业务 也卖掉了 然后把中心 移回到亚洲 比如说像 汇丰以前在加拿大 是有很大的业务的 基本上算是 加拿大第六大的 零售银行 那么现在也卖给了 加拿大皇家银行 就是RBC 收购了整个汇丰 HSBC在加拿大的业务 不过呢 花旗的这个 个人银行的业务退出 但是他的企业业务 还会在中国 继续的这个发展 包括投行啦 机构的融资 和各种各样的 这个企业服务 那么花旗自己也强调 说这次业务调整 不会涉及 企业跟机构客户的服务 他们会继续坚定的 发展在大陆的企业跟机构 客户的相关的服务 所以呢 花旗退出中国 只是个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业务的全球调整的一部分 并不是中国市场本身 出了什么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先锋领航集团 Vanguard 正式关闭Office 退出中国 这个消息呢 其实也不是最新的消息了 也是之前宣布的决定 现在做最后的收尾 那么最早 这个消息的披露呢 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媒体报道 这个先锋领航计划 关闭在上海的独资实体 先锋领航上海 同时计划和蚂蚁集团的 这个合资的投资顾问公司 先锋领航投雇 中间退出 股份卖掉 所以这个 昨天的消息 只是先锋领航 退出中国的一个最后的步骤 那么先说一下 先锋领航Vanguard 这是全球知名的 资产管理公司 大家可以看图就可以看到了 他和这个贝莱德 富达 道夫环球 摩根 这些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齐名的 那么在2022年的 整个资产管理规模里头 它是排在第二位的 只低于这个贝莱德 这个Black Rock 应该说 这个 首先说资产管理是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呢 你就可以把它近似的理解为 像基金公司一样 它提供各种各样的 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选择 包括他提供自己的这个普通的这个Mutual Fund 啊 共同基金啦 指数基金啦 债券啦 等等 那么就是提供这些代课理财啊 那么Vanguard 它实际上是应该是1975年成立的 所以呢 成立时间比较早 而且呢 它是在很多方面 它是开创着 比如像这个 index investment 就是所谓的指数 投投资 那么为个人投资者创建了全球第一个指数基金 那么同时提供基于指数基金这种低成本投资管理的这种这个方式 那么86年跟90年 Vanguard又发行了债券指数基金跟国际股票指数基金 所以他的这个创始人约翰伯格是这个非常有名的 也是被包括像这个巴菲特这个非常高度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这个开创人了 那么2017年Vanguard集团正式在上海设立office 这个就算进入中国了 然后2019年6月份 蚂蚁金服跟Vanguard合资设立了这个先锋领航投顾上海公司 那么两者分别持股51%和49% 51%持股的是蚂蚁金服 注册资本是2000万 那么同年底 先锋领航投顾成为首批基金的投顾试点公司 而且这个在2020年4月份正式在支付宝上线了这个帮你投业务 应该说2020年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资产管理来说呢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因为2020年的4月份 中国正式取消了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的这个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 就以前你不能这个独资也不能占这个超过50%的股份 那么从2020年4月开始就正式放开了 你可以以这个独资企业的外企独资企业的身份 在中国开展业业务 当然是还需要拿牌照 但是起码这个口子开的是比以前大的多 以前都是要这个跟国内的合作伙伴合资的 所以呢 很快的在几年之内 这些知名的包括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都在国内拿到了牌照 开始自己的业业务 那么Vanguard也是一样的 当时也是进行中国这个公募基金牌照的申请 但是从2021年3月份开始 这个媒体就披露 Vanguard暂停公募基金牌照的申请 把上海office的人砍了一半 那当时就已经说明Vanguard在中国的发展碰到了一些问题 而且呢 这个去年的媒体报道说 Vanguard和这个蚂蚁集团的合作并不是特别愉快 那么当时给的这个新闻给的描述是这样的 说Vanguard投资策略研发总部在美国给到蚂蚁的只是一个结果 那么在蚂蚁看来 投资策略就像一个黑匣子一样 Vanguard到底在那边怎么去做相关的决策 蚂蚁其实并不知道 那只是把蚂蚁作为一个通道去卖 去获取客户 那么蚂蚁自己有大量的用户行为输入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呢 也是机密 它不能直接提供给Vanguard 因为数据出境现在管得特别严 对吧 蚂蚁尽管有这些用户行为数据 你给到Vanguard如果是拿出境的话 也很麻烦 所以呢 双方的合作一直都有所保留 而且呢 这个蚂蚁的支付网平台上头的 这个投股组合不止帮你投一个 还有很多 从这个2021年3月份开始 这个蚂蚁上线了投股管家这个功能 那么既包括Vanguard跟蚂蚁合作的 这个帮你投 还包括这个 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的 这个投股产品 包括这个中欧财富 加石 华夏财富 这个一方达等等 一大队 所以到这个投股管家正式上线之后一年就已经有超过28家 在这个平台上 所以Vanguard和蚂蚁的合作就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了 就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 那没有拿到公募基金的牌照 那和蚂蚁的合作又没有特别出彩 所以呢 这个Vanguard的位置就很尴尬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这个其他的外资基金公司拿到这个公募基金牌照的一个list 那么这些竞争对手情况就不一样了 目前有9家外商独资的公募基金拿到了公募基金的牌照 那么包括贝莱德 富达这个路博迈 施罗德等等 有些其实在中国已经这个做了很多年了 比如像什么施罗德原来是跟这个交通银行合作的这个交易施罗德 对吧 那么像贝莱德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就进入中国了 所以他们进入中国比这个Vanguard的要早得多 所以他跟各方的这个关系也会更加紧密 所以现在一共是六家是外商外资新设的公募基金拿到牌照 另外三家是原来的中外合资公募 通过股份转换就直接把国内持股的这部分全部转为转到这个外资那边了 就变为外商独资的公募基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到8月下旬的时候 整个全国的有关这个外商独资公募基金旗下的基金产品 已经有差不多340家以上了 所以除了Vanguard的其他看起来发展都不错 所以你说到底什么问题呢 可能更多的是Vanguard自己本身的问题 另外Vanguard能够躋身全球最大的这个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它的一些核心优势包括被动投资 包括低费率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里头 就是Vanguard一直是以低成本低费率的优势 在市场上能够获得很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呢 这个在中国这个低费率的优势就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中国市场本身竞争就比较激烈 费率就不高 基本上这个像这种投顾的费率 就是在0.25%到0.5%之间 所以Vanguard在全球市场上的这种低费率优势也很难体现出来 所以公司进中国进的晚 优势又不突出 所以呢 最终Vanguard的选择退出中国 所以这是这个Vanguard的退出中国背后的主要的原因 好 我们再说第三个哈 盖洛普 那么大家对于盖洛普最熟知的呢 就是每次美国大选盖洛普对选民的调查 然后对结果的一些预测 而且预测准确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但这其实只是盖洛普这个业务的一部分 甚至说一小部分 他主要的收入可不是从这个美国大选这边的市场调查来的 那么盖洛普呢 他作为全球知名的这个市场调查公司 他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是从企业服务 尤其是咨询服务的角度来获取的 他是通过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来赚钱 那么作为最基本的这种市场调查非常熟练 而且有自己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么他通过基于全球的这种市场调查的数据 做出自己独特的一些分析 那么他服务的内容包括为政府企业和相关的一些组织 提供定制的一些研究服务 那么出版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和调查数据 提供相应的在研究基础上的管理咨询服务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趋势数据 行业分析报告 市场预测 这些都是通过付费订阅的方式向全球用户提供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么应该说盖洛普就是利用自己非常广泛的数据 收集和分析的能力 帮助客户制定有关市场的战略提高 技巧 那么他进入中国实际上是蛮早的 1993年盖洛普中国咨询公司就成为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一家美资咨询机构 那比那个我们熟知的这些Big Four什么还要更更早 1993年就进来了 那么当时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跟广州有office 那么除了基于市场调查的这部分企业咨询之外 盖洛普还有很大的一块是和市场调查没关系的 那么这块主要是基于人力资源组织建设和人才测评领导力培养的这部分的咨询服务 那么这部分的咨询服务呢实际上和是和这个人力资本啦 这个企业组织架构设计啦 这个高端领导力的人才培养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盖洛普提供的一个自己的叫做这个克里夫顿优势评估体系 Clifton Stress Finder 这个体系呢是很厉害的 是盖洛普开发出来的一个基于个人优势人才的一个在线人才测评体系 那么在量化这种人才的这种不同的优势之后呢 它整个框架下面包含了四大维度 包括执行力啊影响力啊关系建立啊和战略思维 这四个大的方向34个不同的优势才干主题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头 那么其实人才测评这个行业在国外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你如果某一个企业要promote一个人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通常都会做一些相关的人才测评 确定首先看这个人本身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第二呢知道这个人他分别每个方向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他可能更偏向于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位 以及未来在这个职位上他个人的这种成长潜力 和应该在哪些方向不足自己短板这些东西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么这个呢是盖洛普他本身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不要简单认为盖洛普就是做市场调查的 那么他们主要还是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获取收入 而且呢这一块呢刚才我讲的人才测评啊 组织架构设计啊 人力资本管理啊 这些咨询服务内容是不依赖于市场调查手段 所以那么这次盖洛普决定退出中国 我觉得呢可能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市场调查那边 开展继续开展业务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导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市场调查这块呢对于盖洛普来说两个大的方向 首先当然是政治跟社会学的研究 这个是大家对盖洛普最熟悉的部分 包括政治的民意调查跟社会趋势研究 那么为这个政府跟相关的机构的公共政策的 这个制定者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和这个洞察 那么盖洛普在美国肯定会做很多很多的研究 有些研究也会牵涉到中国对吧 所以呢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好 好看好听 那么会不会对在中国的这个业务产生负面的影响 不知道哈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另外一块呢就是市场研究 这个和跟政治跟社会就关系不大了 那么市场研究的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调研了 市场分割了品牌力的分析了 那么这个呢是需要这个基于电话调查 在线调查 包括这个小组讨论的方式 去收集市场信息 然后呢采用定性或者定量的研究方法 去提出相应的洞察结果和业务改进的建议 就是相应的市场研究咨询的内容 那么市场调研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收集个人的信息 而且这个个人信息的量一定是不小的 一定是以万为单位的 那么起码也要几千个样本 你才能够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信的 如果是全国的市场的话 肯定是大几千的样本对吧 那么这部分个人信息 按照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限制 肯定是不能出境的 只能放在国内 那盖洛普跟总部的协同如何来进行 如果相应的分析模型是在美国 那可能就必须要让盖洛普中国 把收集到的这些相关的信息 拿到美国去 才能在模型里头跑 跑完了输出相应的这个洞察结果 所以如果数据不能够在本地分析 那你在本地采集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那么我在想啊 如果这部分重要业务受影响 会不会导致盖洛普最终放弃整个中国市场 不知道 那么我只能说盖洛普有关人力资源 组织建设和人才测评的服务 是不需要市场调研这部分的这个业务支撑的 但如果说因为市场调研这块 导致最后盖洛普中国一刀切 所有的业务全部都撤出中国 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另外这个盖洛普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外企身份 导致这个市场调研无法获得许可 这个现在没有公开的信息表明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AC尼尔森 这也是世界知名的商业调查机构 如果AC尼尔森的业务在之后的 比如说半年一年之内也有重大调整 那就说明确实是外企在中国市场展开市场调研 尤其是面对这个大众的市场调研 有可能真的是有这种数据的问题 那就可能可以验证我们这边的一些的猜测 那所以呢具体情况还要再去看了 所以整个看下来 那这个不管是花旗也好 这个Vanguard也好 他们实际上都是由于自己的这个业务策略 和中国市场的这个定位差异 所导致最后决定关闭 或者是关闭一部分中国的业务 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至于盖洛普这个 是不是真的由于这个监管 或者其他原因所导致的 不知道 我只能说把我现在了解到的这些信息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供大家参考 大家如果觉得这期内容不错的话 欢迎评论 点赞 或者是 转发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